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开箱速递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套 Toy's Carbon 推出的Toyota 叉车系列 这一套是正1比64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售价点 为什么会那么重要 一定要正1比64 其实在此之前 我应该也可能有厂出过 但其实很多都说要是太大,要是太小 例如1比76的叉车 我对上一次见过有冲动想买 不,大一点的 因为这个是1比64的,大一点可能是1比60 然后再见过是有1比76的叉车 那些是更经典的,这些都是现代的 大家可能在一些货柜场 总之要用到铲车的地方都会看到 可能是废纸回收,但是大一点的厂 例如鸭尼州,駕駛学院那里有一间 它也有这些车的 但7比76出的那一款,是黄色的 是7几八几年的版本来的 但是之前有没有人出过Toyota 又要是这一款橙色的 这个配搭其实是有的 Tomica也有出过的,我也有买到 但那一款是1比62 而且那一款是 大一点的版本,大一点的版本 这一款,小一点的可能多些地方会用的 某些工厦都用到 不是高很多层数的那些 因为那些工厦,如果大家有去过 可能一些,怎么说呢 大部分的工厦都是不让机动车轮进入的 但是呢,某些工厦可能就要是 下载了,就是这样通常那些是 整个东西都是一个公司去控制的那些 可能有叉车在楼上楼下都不停的 我见过有些是这样的 这个Toyce Carbon是这个Gen B的 Toyota L&F,这个是电动的 为什么蓝色这么有趣的 这一架是燃料电池 对了,Full Cell的 诶,真糟糕了 这一架就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行燃料电池的,但其实也有点不一样 只要QC是什么 老实说,这里整套东西 都只是卖着 我没记错,预订价是90元 90元还要出4架,还可以活动的 上下,当然只是上下 可以上下活动 我想你都猜到是 其实某些位置都差点 例如说 这个蓝盆 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弄了 不容易欲4 好像不太弄了 整个欲4 我看能不能打灯打好一点 对了 好像这个 这架是很明显的 这样可以 看能不能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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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来盖着车的 我用来盖着它的侧镜 基本上整架车的时候还没安装 这个东西就放在里面 然后再用一个盒子 盒子 其实它的盒子是非常之好的 它一定不会让你硬到的 其实它都怕这些车 你看看 其实它很仔细的 它做的东西 我稍后再说它有多仔细的 尤其是这两架 这两架是特别版 因为它这两架 不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的铲车 它这些是用夹的 它是多一架杆的 所以它这些东西 是会 就是这些位置 它要再保护一点 所以它才会这样 所以我应该是见过 在做的车子来说 最精美的packing 最稳固的packing 是在扭蛋里见过 最稳固的应该是这个 它又会送些什么配件 这两个例子 你是散买 假设你 你散买是叉车 这些普通叉车版 你会得到的 就是一块蓝色的 塑胶卡板 这些塑胶卡板 粉蓝色好像真的少一点 蓝色有 通常都是深蓝色 通常都是深色 很少那些淺色的卡板 好像是 即是胶卡板 而且胶卡板在香港也不是 可能大部分要用到卡板的行业 都会用木卡板 因为贵 便宜 塑胶卡板 可能真的 多些计划的公司可能会用 即是大一点的公司会用 但是小小小小企未必会用 太多塑胶的卡板 都是大公司才会用 塑胶卡板 例如大的物流公司 真的试过 一砍砍一栋在街上好像不用钱 好像砍在那里 不怕人拿 好像试过见过 砍一栋在那里 真的不怕被人拿 因为某间物流公司的橙色的那间 是不是橙色的 我心想放在那里 不怕被人拿 不怕被人拿 他的卡板 我拿回去当桌子用 其实 看设计是怎样 某些卡板 它的底子是这些 就像这块卡板 你拿回去 可能加四只脚 可以当桌子用 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可以当桌子用 有人下面放个架 卡板可以当桌子用 如果免费的卡板 你只要做个支架 给他 就已经可以省回买桌子的钱 是不是很懒惰 好了 这个是Full Sale 这个是普通行电的版本 至于推不推得动 见仁见智 某些是推得动的 我第一个开是开这一架 它是推得动的 但到Full Sale 这架已经推不动了 然后这架也推不动了 这架也推不动了 我买齐一套四架 只有一架是推得动的 而且你要留意 它要自己批水位 它要装上去的时候 它是剪了出来 它的水口位 基本上是未批齐的 你也不要想着批齐了水口位之后 是可以 可以滑倒 因为有时它滑倒是 压下去的时候压得太实 所以等它是过不了 看到了 Gen B 你看到这三枝大肝 就是用来控制着 前面这架 下面脚踏的 假的板明的比优 特别的那些 因为这架是电动 其实香港好像又不是说 我看香港其实很主流 还在用石油气 因为我很少去仓 但我去开的仓 都是用石油气多的 好像是 但好像有没有见过电动呢 我都不太记得 但是 总之其实都应该还是石油气 但是以前是石油气多的 电动我想现在应该开始会多 即使你背着石油气在后面 怎样都应该背着电池在车里面 你的石油气是外置的 是吧 的士的石油气都要藏在椅里面 后面 是不是 你的石油气外置 其实都真的挺危险的 我觉得是 但是 又未知是有个安全隐患 它不是真的那么异认 到会马上爆 这样的 所以 都是一个 这个圆形 这些可能真的是 这两款可能真的要去到一些 尊重某个 工种的地方 就是要 协设需要这些 可能是夹一些 圆形 可能夹 油桶 夹一些树干 包括树干 应该不会用这些 它也是这样 油压的 压回去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让你这样夹夹 整个盒子夹 假设有得散买的话 你又不是太需要那么多架 你可以篩走这两架 其实是 可以篩走这两架 其实我也不知道买来做什么 够不过一套 买一套 至于它的側镜 我都真的拗了头 因为我开第一架 它给了三架 一模一样的我 是一模一模一样的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了做什么 我真的装得到 拗了头 在 爆人那边跟我说 他就说 你装的时候 留意我有分左右的 要不要用什么去参考一下 用个sample去参考一下 还有他说 黏镜子的时候要下胶水 虽然他可以 他说我损位给你 摄下去 但是不会确实的 我试过真的不确实的 所以我也不敢在这里试 不过就纯粹变变回方向 假设就是 我也不知道 一开有三只镜子 都拗了 总之它 有分的 如果或者这个 这么不糟糕也做得 它将镜子和那个灯 叉这些产车的灯 通常是装了在 上面的大概这些位 镜子也会装在这里 如果你看不到 四方盒的那个 就是灯 薄薄的那边就是镜子 这样说是否符合常理多一点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确实的 但是不会确实 是真的确实确实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确实确实 还有我就算确实确实 那些位置遇得很测纹 我连摆也摆不下去 我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随便放一边 来示范了就算 因为我都 我都投了在行 真的摆得到 真的不适合摆的 那些东西 而且灯是向上的 那你就不会装错方向 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的 每一边应该是类似的 这个是错误示范 不好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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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不应该是 是不是 我调完了 对了我调完了 没事没事 他呢 我自己装完也一头没水 对了 大致上是这样 但根本是有不确实的东西 看装到那边了 不行 好 我连随便试一下也不想 大家可以跟着明书来安装,他有照片看的 我真是安装不了,我昨晚都玩到都安装了 可以了,这边可以安装了,大家可以安装 我只示范一次,不能再示范给大家看 我连放进去那一刻都不能,那一刻会弹走 当然,其实有不少这些叉车机,基本上没有安装镜 甚至全盏灯都没有用,因为它不是在户外环境用 它是室内环境用的,真的什么叉都可以拆掉 因为一定有灯,在室内的话,最多不够 最多可能暗一点,但暗就看不到路 我见过这款是有指挥灯的,当然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不过说回这套东西的QC 即使说,你都要淋一块水出来,但你真的不要有期待 即使玩交车,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 你只要不期望QC做得好,你就不会失望 所以觉得,洗了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 回不了回头 你这样的态度去想就行了 真的,我个人说一下,我已经弄好了 所以我都忘了哪一架有问题,我看看是不是这一架 是的,这一架 那它需要什么呢? 其实它这份Toyota这份东西 其实看到有这么大条线,就放在里面 其实真车都是分件的 但问题是,它就装到整件东西弯了 这个整份东西是右边扭上来 对了,即使工厂的压借,压都未压贴 就已经塗了胶水,压不压贴就有够 这些胶车是常见的问题 胶车箱为什么会側在一边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我很怕买胶车就是这样的原因 我想真的,那个款等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人出1-64 我才会考虑,例如说,Copay款的飞鸡 对了,这个是斜尾版的 斜尾,斜尾,斜尾 对了,就是这样分 大家醒不醒,我怕有脑袋 对了,即是Copay版 真的没有人出的,它出Ftoyce出胶车 我真的想买,不过转头买了 又算我现在真的去追,应该都贵了 不如我等第二间厂出算吧 对了,即是等一间厂正正已经出算了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是不是连Pico都说是想出的 不记得是Pico还是哪一间厂出的 但我觉得那家厂好像不太漂亮 我等待大一点厂再出吧 那家厂好像是之前买场景送的那些 现在隔几年又再独立推出来一次 那时候就说漂亮而已 现在市场这么繁盛 这一架是Full Cells的版本 让大家看看吧 其实价格的什么都差不多 看到了,它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它有做到... 它是滑下去而已 电池就放在车底的 那这个是... 即是有一架叉车在里面 我觉得真的... 场景是真的添生趣的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叉车真的没有出1.64 我觉得这样有1.64其实是几个 不过其实它预认它是不能叉车的 我试过拿这些交车给它叉车都不能得 它只能叉车什么呢 也有这些卡版的货 那这些就给它叉车 那你只要你问我 这些东西你在哪里买的呢 其实鸿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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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没有呢我就没有 我没有什么好留意 但它之前这些... 其实它这些货是1.76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它那个位置都是适合的 因为它这个叉车 它这两只东西伸得太近 对了 所以只能够它叉回这些货 你看重一点都会掉 这个箱应该其实都不是实心的 都是空心的 只是它底部可能重一点 这个TLV的东西都会这样掉下来 而且你看看 为什么我说QC叉车 你看看 叉车大忌 整支东西是歪的 我真是屌尼老尾 最差的是什么呢 它架不能弄到的 那位置 你一定要硬硬拆出来 再试试咬正它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 你不要对它有期望 就不会有失望 但有时候去到这些位置 你就已经不是 只能弄高气 这些东西都会这样黏得弄得 这些东西都很大 所以为什么交车真的是那句 不论是很喜欢 好像这样 叉车真的买不到的 外面1比64这些 所以说一句 虽然它做得很垃圾 也不需要给面子 也很垃圾 但是为什么又要买它呢 一来你的场景 可以真的有新1比64的叉车 在这里坐阵之外 就算你买回来放也好 假如时日突然在笼底抄出来 有一个场景 刚好又可以搭到叉车 有把叉车在那里 一拍照 那些人 可能迟入坑的人 就会来问你 或者当年没买到那些人 就会来葡萄你 这些虚荣感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买这么多车 就是微语臭谋 但至于这个 这件事何时可以达成呢 我看法也是算了 讲笑的 这个当然是讲笑的 其实在1比64的市场 有些先行者出了某些车款 但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特别受欢迎 去到后来 我看的后来 可能是早6年前 5、6年前 甚至早大概7年 5、6、7年 某些虎一推出来 哇 抢到糟糕 即是说Q数的FD2 都是个最好的例子 Q数FD2 你试试回来 6、7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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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盒的 好像我那样 你觉得120元 有没有可能落到楼 120元 可能你说120元 扔出来3分钟 已经立刻被人拔掉了 对不对 结果2022年 或是2021年 摆在延迟点 七草东西 我兜了两个圈再下来 都还在 不是 我上了二楼兜了一圈 下了一楼兜了一圈 再走回去买 都还在 七草东西 是吧 那你就明白到 但那时候七草东西 已经是HOPY影片出了 ERROR卡已经出了 对了 INLO也出了 是吧 那你想一下 立刻看到好像没什么 但其实Q草价也不是很差的 也不是很差的 只不过可能他某些 做工某些位置 是跟不上现在的技术而已 所以就说 那问题就是这里 那 这一套 我觉得这套 就是什么 我都没有 因为我拿过那天 我又没有空去延迟 看看有没有人扔出来 对了 唯有有空再去看 因为 常常想到现时点 也不是很空去看 或者说 没有了动力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会早点出门去看 没有了动力 看来真的 唉 看什么 应该是因为很多 旧款东西都已经被我买了 新款东西我又有渠道去订 所以我很少去现时点 我估计这个原因 可能是MASTER 那些可能要去现时点 才订得到 例如我帮忙开继匪 那样的 那继匪专做这些车 那我当然要去现时点 但是你说其他东西 那真的 怎么说呢 可能其他 少了会来看现时点 可能是这样 但每次看 感觉上 我留的时间是短了的 但其实 那个趣味性 又不会降低 好像我这样 我现在常常常常去看 那些什么呢 1比76的巴士 其实我不是 我只是看款式 可能这个款式 我觉得已经有兴趣 我才会买 我不会因为它是 我正在说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我正在说 因为它多了 1比76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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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真的很多了 某些款式 可能真的看款式 我那些款式 我有兴趣 我才会去买 如果不然 那款式 可能对我来说 车本身有纪念价值 可能我小时候买这款 现在已经拆掉了 但我未必会真的 就算有纪念价值 我未必真的舍得地钱买 除非很便宜 一块水给你 那我当然去买 那你可能说 够半两块 可能我真的要想 但你真的便宜得很便宜 交关 例如说 我去跳室 放了一架 BENS小巴 1比76 4草东西 不用想 立刻拿起 就是这样 好 那今集就先说到这样 下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